可是我從來沒有接在那種甜蜜蜜的主題後面 去講一個負面能量那麼高的東西 離開一下 真的是 離開一下 而且我還會講到一個 非常愛心事實 先去講 本來先講我的切身之道 其實我是一個血汗公文師 我過去每天工作12小時 為了就是那個微薄薪水 那賺了這個錢的時候 我的同事把它積蓄下來 成家立業的同時 我三年重群消費花了兩百萬 可是我覺得我買的東西都放在倉庫 我覺得我沒有拿到什麼愛不自首的東西 甚至我連買一台iPad中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都嫌我 不了解他 跟我吵架 到底為什麼 連花錢都買不到幸福 花錢都買不到微笑 所以我就開始覺得 原來不是花錢就可以買到適合的產品 那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 所以我要解決大家浪費時間 浪費金錢都買不到適合物品的問題 然後移除大家 在買東西採地雷的恐懼 跟你採地雷後的傷害 其實現在的服務都很棒 就是現在你去搜尋一個東西 那有很多的論壇 有很多的部落客可以告訴你 可是他們卻慢慢的變成一個 Trend By 跟美照的集中地 甚至變成一個行銷工具 那我平常要做的是 透過社群的力量 拼湊全面的觀點 然後讓購物再生了幸福的事情 負面力量救台灣 大家講一下 剛剛那個就是一個創業的SOP 這不是我今天主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我並不是要賣製品給各位 我先來講一下我好了 其實我從小就是一個喜歡搞一些 阿里布達東西的人 我在國中的時候 在個人網站時代 因為我國中可能都比你們國中還早一點 我已經30歲了 那時候是個人網站時代 那我就自己弄一個稍微資訊站 我就開始去Copy國外的文章 我就把他翻譯 我就把他的檔案抓過來 然後給台灣的人下載 然後就創造很高的流量 那我自己在這中間 我就得到很高的成就感 然後我就開了論壇 然後就政治之後 我也送了一個Wiki 那我很喜歡二檔 我很喜歡就是之前 例如說我開了論壇 流量沒有比人家高 那我就去人家的論壇 我申請給他站長的帳號 然後這個站長就一直感謝你的分享 感謝你的分享 後來大家都以為我是站長 然後結果那個站長就不爽了 就把站關掉 所以我站著慢慢騙到了 長大以後 開始接通PTT以後 我也開始 欸 我就去PTT 我就喜歡申請那個帳號 然後去錄完 然後去被虛 每次被虛要叉叉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爽 那我從小就是這樣 從小就這樣 那甚至我在交到BBS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可能因為大家可能都很 大家都很年輕 可能不知道 以前交到BBS有一個精華區 叫腦袋有問題之後 有有有 所以那個就是我 就是腦袋有問題之後 有有有有 對 那我還曾經走錯路 我去賣大不停 因為接觸燒路 然後就很多人 很多那個 上游 他就會來問我燒路 要怎麼燒 或是誰在哪邊 那最後 我發現這很好 最好說我自己也都在做 那 我害我另外一個朋友被抓 那我另外一個朋友 今天把我邀請他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提到這些事情他不敢 那現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很瘋狂的人 像這種尾牙表演 甚至我在一個很傳統的公司 族客公司 我 我帶過泳進上班 那 我帶過泳進上班 然後就是 那一天我就是會潑 董事水 然後他後來我會排嘛 這樣子 所以現在現的時候 我自己很瘋狂 所以你們可以想要 這樣子一個奇怪的人 他現在三年前 退伍以後 走進科學園區 你們可以想要他的生活 其實會很醜吧 其實我在科學園區 我做的一件事情就很簡單 我是一個 IE工程師 我就負責審核工廠的預算 做Costad 然後我每天問的問題就說 你做這個要幹嘛 有用嗎 然後呢 就是 你只要很兇 用一種吵架 是陪他們坐在服用 其實不用花那麼多 我們在用一半預算票 我的人生都不然變成這樣子 對 所以 在我參加Style Weekend以後 我就決心要做辭職 那這個事情 其實我可以坦白講 我的理智 我的理智憲率很低 對 真的 要能參加Style Weekend玩 然後回去 主管以為你週末去露營 因為你買睡袋 然後但是你回來跟他們提理智 這是一件 他們會覺得你真的是 完全沒有想過的事情 但是我理智憲率很低 我國中跳過火車 所以 我就決定辭職 對 但是 說真的喔 辭職這件事情 在我離胎原去大昂那一天 真的 那一天早上 我被走程去的時候 我很想吐 對 那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種很莫名的緊張感 然後 最後我跟長官 就是握手 說我要走的時候 真的很想吐 我那時候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我在這個組織裡面 我那麼信任我老闆 他們都是一群很厲害的人 我總是都很厲害的人 那他們也信任我 趕把工作交給我 可是我現在要去外面 面對一些不信任我的 一些客戶也好 夥伴也好 對 那我為什麼會做這個選擇 對 然後就開始佩服自己的老闆 因為我剛好跟我團隊 就常常會有磨合 大家的付出怎麼樣 然後什麼 就是會有一些磨合 他也佩服我老闆說 原來一個可以養十幾個人 一個可以 都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最開始懂得感人 比較不會像以前自己 就是說 老闆這地方怎麼直立不太對 這樣子 然後 更實際面的是 我一個人出去吃飯 我不敢點小菜 以前三年花兩百萬 我真的花錢 沒有在 就是沒有在看價格 但是現在真的是 出去吃一碗麵 如果是一個人不需要什麼面子的時候 我就不會點個湯 我就不會點個小菜 這個是很現實的東西 那甚至我有點懷疑這一步 如果我生活過那麼苦 那我為什麼要走這一步 我就在這個懷疑的過程中 只要感謝很多人 這些都是我自己的朋友 這個其實左邊 這個是我自己的老闆 他跟我說 他幫我找到一桌潛在的客戶 我自己的老闆 然後 扶了前老闆告訴我說 雖然說他是有點反對我 但他跟我說 如果我失敗 就馬上回去工作 這樣子 就是每個人都是讓爆那個 因為這樣子 我並沒有懷疑走出那一步 那是在WeCAD的社群 其實我走到現在八個禮拜了 很多人凌晨三四點跟我說 他睡不著想要付票的東西 寄信跟我說 你應該怎麼做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真的 真正支持我走出這一步的力量 然後我站在台中焦點 也認識了月亮 看天黑的香港 就是 大家原來是 大家原來是個互相交流 互相支援的 這個是我自己就是 一直不斷找到支持的人 就是透透這樣子 那 我要謝謝焦點 那這個字寫錯了 就是說 我知道這九分鐘 我上來講其實是一個特權 就是大家給我這十分鐘的時間 九分鐘的時間 那找自己理念的人 然後自己可以回饋 就是 這個是我特別要感謝焦點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 沒有 這不是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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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東西給我看到 一個信心就是說 原來群眾的力量 你只要集中 它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齁 就不是大家不是買的東西 我一抱怨就解決了 對那 其實接下來 我很好講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當你在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搜尋的時候 你訂全部都是行銷文 你訂全部都是行銷 那如果那個告訴你說 欸 不推薦的原因 或是缺點什麼 你可能就進來看一下 進來看一下 你看到iPad Air 這是一個bug 因為我資料量不夠 所以我就iPad Air看 那它就可以告訴你 大家不能覺得有什麼缺點 少不能覺得有缺點 那甚至每個缺點 都會告訴你說 欸 大部分要等很久其實是錯的 其實例如說 什麼電信公司 可以去看一下 這樣子 這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那我們更希望 我們變成一個iPad 以下一個資料 大家可以用 就是大家可以 拿我的東西來寫文章 其實3C是一個範例 我剛才用什麼 但是 我剛才用iPad 但是其實 其實真的 我們在調查的部分中 真正 買一台冰箱畫 你要用三年 就算有一個小缺點 你也不會買 影響也加進行不重 都是大歲災 那還有汽笛車 這都是你的體驗 這個東西 你不會因為買回來 你說你明天要換一個 就買 那還有很多健身房 讀席班的受害者 我自己就是這個受害者 那加入了世界 健身受害者 居爾夫跟 開啟了一個 英字文讀席班 採雷交流 跟居爾政局 那目前20節會 我今天早上開的 那請大家可以加入 那講的是 任何眾人權益的事情 我們都不會想缺席 對 誰知道未來 圓仔會不會一起來咬人 這種狀況 我發現 閒貨才是買貨人 然後 買自己的東西很奇怪 完全不在意 買到什麼地雷上面 真的不在意 但是當你要買給你的女朋友 經營愛情的時候 你就一開始發現說 我只要買出一個東西 他會不會皺眉頭 或什麼的 買給自己巴媽媽說 你會知道 想要知道有沒有地雷 這時候你是不會給人家 五百塊一千塊 真的不會給人家 另外就是說 廠商其實很希望滿足消費者 只是他們不知道怎麼做 就是我們想要 那副名字 我們想要請大家協助的就是 跟我們一起改變世界 參與我們的奉承 因為我們一開始 希望就是 由自己比較熟悉的朋友 自己認識的朋友 來行錯這個文化 我們上來這邊很理性的台灣 不是在惡意的幹條 然後 大家可以讓我反正按讚 那今天依我習慣 我一定把所有參加的 非不合家好緣 所以我會主動提醒你 幫我按讚 謝謝 謝謝大家 不要一直打客氣 齁齁齁